2月24日,在经过一个多月的低温性能测试实地试跑后,中国北江狩猎智能轨道快运系统在哈尔滨市载客运行。 记者在后车站看到,这个长度30多米的制轨电车在公交站台一亮相,后车的哈尔滨市民争相围着车辆照相。 据了解,制轨电车设计最高时速为每小时70公里,为了试跑时安全,全程限速每小时30公里。 据了解,制轨电车以胶轮取代钢轮,无需铺设有形轨道,最小转弯半径时, 可在城市较宽道路上行驶,具有良好的城市适应性。 制轨电车具有运送能力强、低碳环保、投资成本低、建设周期短等特点。 今年1月运抵哈尔滨以来,制轨电车通过了13项涉及低温环境和冰雪路面等工况下的测试。 测试结果表明,制轨电车具备在北方严寒地区极端气候下运营的能力。 我们这个车是来哈尔滨,应该是年前过来的,做了一些在极寒天气下的一些试验性的测试, 包括自动啊,包括电池的续航能力啊,在做了这些试验以后,应该说按照我们的试验大纲的话, 参数基本上都达到这个要求,也是一些性能指标也超出了我们这个试验大纲的要求, 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。这个车是应该说是全球首创的一个核心技术的一个制补电车。